不僅當法所外長巴黎 近日在接受外媒專訪時提及 中國開出500億美金 相當於台幣1兆5000多億元 利誘與中國建交 但布國並沒有接受 而台灣另一個在非洲的邦交國 史瓦基蘭也對外表示 與台灣邦誼穩定相互間的友誼 不是建立在金錢援助 對此學者認為 在去年聖多美普林西壁 與台灣斷交後 台灣在非洲謹慎布吉納法索 與史瓦基蘭兩個友邦 此時他們透露 拒絕中國金援的消息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要傳達給台灣 必須投入更多援助計畫 我相信非洲這兩個國家 會認為是說 如果原來我們有三個國家在援助 對不對 那聖多美如果已經跟我們斷交 那聖多美援助的錢 是不是應該就轉一半 轉到布吉納一般轉到斯瓦基蘭 我基本上我們的這個外交的資源 是非常有限的 當然我們會把這個外交資源 做最有效的利用運用這樣 聖多美與台灣斷交後 原來的外交資源 是否轉投注在非洲謹慎的 兩個友邦 外交部表示會做合理分配 此時上邦交國減少 外交預算也可能被大砍 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態勢下 外交關係的運作 更是雪上加霜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好